大家好 我是佐拉 今天是2022年的6月13号 星期一 我没有料到我会被一家媒体采访叫靳全美 他刚才采访了我 问了一些问题 我还是觉得 就他们是采访了一个关于唐山打人案的事件来采访我 我觉得这样一个全国轰动只是瞩目的案子 让我来评论好像没有什么必要性 因为大家都在关注 用不着我来智慧 不过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这个案子和徐州的铁链鱼案或者是彭帅案来相提并论的话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女权问题 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人权问题 所以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个人权案例来看待 首先这些歹徒他们是有组织的 他们有七八个人一起打一个人 导致其他人看着就不敢上来帮忙 所以他们不是第一次这么做 肯定不是 所以他们根据后来网上的一些 一些什么 叫什么底啊 揭露他们底细的一些文章来看的话 这些人是有前科的 并且是有案在身的 他仍然能够在唐山地区为非作歹 可见他们确实有保护伞 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了 所以这些人平常受保护伞保护 民间却没有任何的组织或任何的媒体来 来报道他来揭露他们 让他们在这一次在偶然的机会下 被这个监控摄影机拍到 被所有的网民检视 所以这是一个偶然事件 也是一个必然事件 所以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 只有在这种一党真正的社会制度下 这样子的案件才会一再发生 并且从彭帅案到徐州田内人案 可预见的是唐山打人案 也会照样被中共的宣传机构所掩盖 如果不是 如果这是一个像六四那样的案件的话 中共就会使用各种关键词 阻止人们在网上面讨论 但是这次没有 所以可见这只是中共的一次 默许或者是透过一个热点遮盖 上一个热点 上个热点是什么 上个热点是李佳琪 在六四玩坦克的梗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我觉得 像以台湾的案例 小灯泡案例来相对比的话 小灯泡的案例经过民间的讨论 媒体的报道 最后小灯泡的妈妈还当上了 立法委员参与国家的治理 但是这种情况 在中国不会发生 因为中共放眼神州大地 你们的神州大地 放眼全国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 没有任何其他的党派组织 能够和他平起平坐 能够跟他制衡 所以中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 政党没有任何的批评声音 民间组织 大学 商会 律师协会 全部受他控制 所以 所以这些石桌铁链驴案 彭帅案 或者唐山打人案 最后一定都会被掩盖 所以我一点都不乐观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 透过一次热点事件 应该要有民间机构 不论是在中国境内的 还是中国境外的 都应该来做一些工作 就是把这些事件记录下来 然后做研究 做讨论 然后争取 获得更多的影响力 然后获得和中共 对话的能力 中共平起平坐的能力 然后对中共构成压力 当然在中国境内的组织 一定会受到中共的压迫 和打压和迫害 但是我希望在海外的组织 也能够做一点事情 然后去 持续的遏制共产党 不要让共产党 再继续维回作代了 这当然需要从媒体上 从研学书上面 从各种角度 从事后任务的角度 去跟共产党抗衡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